現在,這裡有兩個年輕人 他們通過足球做媒介而相遇 或者爭奪球賽冠軍不斷地努力 原來這個人就是林榮三 不單止籃球 或者手球 甚至彭徒也能接得到 竟然是個天才的龍門高手 他就是帶刺蝟 原來真的要從神表裡踢個球過來 突進去 突進去 後來,我去吸壓力 等一会儿 充滿敬虧的足球小象 厲害, 把我的球踢回頭 那球經過巴士車底, 還沒到地上踢了回來 真厲害, 他擺出的樣子, 好像若無其事 你賣完衣服, 知道他是實力了嗎? 隊長, 甚麼事? 你不是已經回家了嗎? 你們來了, 那就對了 他的踢球功力很厲害, 不過別以為這樣就可以踢足球 如果你想向我挑戰的話, 就要單獨避這群球員 然後開始向我踢過來 甚麼? 如果你不肯這樣做, 就麻煩你回家 袁先生, 你太卑鄙了 硬這樣做 但是, 你真的只有一個人, 怎麼搞得到? 沒錯 要試過才知道 真是有趣 我們的球隊在這麼小的地方, 怎麼能練球呢? 好像是大頭妹來了 是呀 聽著大新聞 到底甚麼事? 想不到新來的轉頭生下, 要向袁三挑戰 那個弟弟, 你是不是叫戴智偉那個? 所以我們幫他打氣 但是, 他說要轉入修節小學讀書 你也傻的, 幫他們打氣, 對我們有甚麼好處 你們說是不是? 你這麼說的, 不管他進不進修節也好 總之跟袁三決鬥就應該跟他打氣了, 對吧 是呀 這麼說的, 他現在還沒有轉入修節小學讀書 挺有趣的, 我們不如去看看 好呀, 我們一起去吧 好呀, 去呀 好呀 好呀, 好像兄弟那樣 這次希望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他這麼大口氣, 向袁三挑戰 是不是這麼本事呀? 娘仔 你們來了 因為他向袁三挑戰 所以我們帶了拉拉隊來 次位呀, 我們幫你打氣呀 你要努力一點 次位呀, 只要你盡力 我梁正都會幫你打氣的 真是想不到 好呀 這個人好像在哪裡見過呀 足球呀, 你看見吧 我就是帶你來這裡的高手了 總之就是很厲害的龍門高手 不過, 如果不衝過這群球員的話 我就不可以跟他們決鬥了 你曾經在我小時候在車底裡救過我 現在你就要幫我一次 試試一下 說話呀, 究竟在這裡說什麼呀 我真是很希望跟他們較量一下 加油, 加油 次位, 加油呀 你們站起來幹什麼呀 還快點去搶球 好呀, 動手呀 好呀, 去搶球 還快去搶球 你去搶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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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他真的想不到, 他踢足球經過巴小弟一 就可以摺得到 這個小孩, 以他的年紀 但是盤球的技術的確超快 我看不會錯, 一定是這個小孩 繼續, 次位 去呀 去呀 激氣 不要讓他射球 去呀 激氣, 真可惜 激氣 那球還沒出界 我記起來 他就是巴西國家隊的前鋒 用盧比度, 他的球技非常厲害 他幾次來了這裡 就用這一球來減量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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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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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sed 看 泥血 队长 袁深 你没事吗 别碰我 我输了 我输了给他 我输了 大刺位 要比赛 要比赛 我们要比赛 靠这样较量 根本就不知道 谁优秀的足球员来 只有比赛才能解决这件事 你的挑战我接受 我们就在运动节大赛比高低 运动节 在比赛之中 如果你能射进球门 那时候我就会承认 是我输了 袁先生 你放手吧 你不能这么粗魯 并不是输赢的问题 而是看看 你有没有本事 在我手上拿一分 请问郭霞 你 牛仔 在运动节前 这个球杖借给你们用 你们应该加紧练习 不要拖累他 知道吗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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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慧, 你打得真好, 全球你打低它 你真聰明 誇獎, 對了, 甚麼運動節 運動節是一個節日, 南國和修哲小學所有體育部門 各人運動, 每年都在這個節日比賽一次, 等於一個節日的活動一樣 在這時候, 比舉行運動會更加精彩 對了, 你不是說要轉入修哲小學讀書 真可惜, 如果有你一種, 這麼好的人才讀書就好 最激氣就是好的人才全部入修哲小學 袁三這個三十層人誤會了指是南國修哲的隊員, 你說好笑嗎 不過下次見面, 大家就是求敵 再見, 拜拜 喂, 等等 有甚麼事 因為… 因為… 這樣… 這樣… 誰給我呢 因為她剛剛搬來這裡, 她說給我爹, 她不會弄歪目 加油 媽媽, 你不要再笑了 你呀, 居然烏龍道不識路回家 還要小朋友送你回來 這點像媽媽你 對呀 喂, 次偉呀 對了, 真想不到你這麼快認識了這麼多朋友 你們是不是踢足球比吃飯呢 踢足球和吃飯兩個都重要 我的兒子, 次偉呢 剛剛學會走路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玩足球了 只要你給他一個球 就可以玩足整天了 但是有一天, 好像平時一樣 對呀, 次偉在家裡玩球的時候 次偉, 你不要去得太遠了 你看看這個兒子 對呀, 有足球比他玩就開心成這樣 對呀 今次走路的時候 最少要半年才回來 那你就要趁這幾十圈 或者玩多一點 讓你看清楚你的樣子 免得你回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你是誰 當你是三寶人 那麻煩了 走完水船之後 他已經兩歲了 你也知道小孩子很快大了 喂, 次偉呢 剛才還在這裡 如果跑了出去馬路就危險了 次偉, 次偉 次偉在哪裡 次偉 你看看, 他什麼事都沒有 真是奇蹟了 次偉 我想當時, 因為球有彈性 當作戰鬱, 救回次偉的命 從此之後, 他每天都玩足球 好像為了足球降勢一樣 原來有件這樣的事 媽媽 你最喜歡在朋友面前 把這件事說出來 這樣 讓朋友更加了解你 不好嗎 對了, 我們要走了 這麼快 你們要走了 你們還沒有收拾好東西 我們下次再來 對不起, 沒什麼消敷你們 不用客氣 再見 麻煩你們 麻煩你們 再見 下次不要不認識回家 我看 我看 次偉, 早晨 好痛 你不是那個有名的巴西國家隊 前鋒 盧比杜先生 是啊 沒錯, 是我 你認識我的嗎 我當然認識 我常常在家看 關於足球方面的書 我昨天嚇了一跳 我看到盧比杜 原來是巴西隊前鋒 紅球員 不過 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次偉 這封信是你爸爸托盧生叔 帶回來的 爸爸有信給我 次偉 你面前的盧比杜先生 是巴西國家球隊中 最有名的球員 因為有些事 需要暫時留在日本 關於你喜歡足球的事 我已經告訴他了 趁這個機會 好好地向他學習足球技術 我很快就會回來 好厲害 我很開心 那我就可以 跟巴西國家球隊的球員 一起生活 你什麼時候來的 你知道嗎 我居然被你媽媽當是賊 整門水淋在我那裡 我也是 半夜三更才到 如果不被警察抓 才奇怪 其實 你應該一見到我 就給我一封信 就什麼事都沒有 對了 趙偉 你打算進哪一間學校讀書 這樣 我就為了這件事頭痛 初時我打算進修捷小學 但是林元三那裡讀書 所以我認為進南角小學好一點 嗯 而且林元三已經認為 我是南角小學的學生了 如果是我 都會選南角小學的 真的嗎 盧叔叔你也贊成 好吧 一於就這樣做 媽媽 我已經決定了 轉進南角小學讀的了 你是不是因為 收治小學功課太多 怕追不上 是不是 根本沒有這件事 我進南角小學 都一樣會用心思讀書的 我呢 就是為了你喜歡打足球 才搬來南角市 現在我不管你進哪間學校 我都不會反動 好 那我叫你進南角了 好 好 好 靖仔 什麼事 到底什麼事 才是這樣的 昨天那個大廁委說 要轉進修捷小學讀書 所以在運動節舉行的球賽, 我們一定會輸給修哲小學 你不要整天顧著自己會輸, 只要盡力量去做, 輸人根本不是問題 沒錯, 我說梁姐說得很對, 大家提起精神努力 好,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 來, 到裡面 來, 到裡面 來, 到裡面 來, 搬過來 我幹甚麼? 聽著, 如果你們不認真練習的話 連修哲第二隊的球隊都贏不了 很噁 你們練不練球都沒所謂, 反正都那麼水皮 好, 趕快上球回來, 快點 上球 來吧, 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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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你是... 清偉 你幫我告訴你們隊長林元三聽 大次衛會進南國小學, 在運動絕大賽跟他交量 真的 真的 可惡 你的說話我聽不到 我會在運動絕大賽跟你比個高低, 現在你們最好是加進練習吧 喂,隊長, 上來等一會 清偉 你讓大家進南國小學, 是不是? 我們在等你 歡迎你 這樣, 我們可以和周知一珠勝負 這次好惹 好, 我們大家以智慧做榜樣 好 拜託你了 大家都要努力 讓我加入 你們不需要一個教練嗎? 好, 慢著 你沒以為我們是小學生呢 就看不起我們 你懂得點傳球有什麼用 這種動作誰不懂 對我這樣 對我來說, 走鬼根本沒有資格做我們的教練 那好吧, 我給你們證明 看 我... 小心 走啊 走啊 是嗎?又是嗎? 再來 是導歐踢啊 再來啊 再來啊 這位盧叔叔是巴西國家球隊的前鋒 盧彼杜先生 他暫時會站在我家 怎麼樣?想不想我做教練呢? 要... 當然要 要啊 好啊 我們以後不等下收拾球隊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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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元甥, 我不會輸給你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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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